宙间更补不变的真理,道的本体,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。 在混沌未叛之初,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笔,无天无地无人,也没有语言和文字,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绿来形容它。 故大道无明强明曰道,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。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,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,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鞋有条无关的运转,这就是道的妙用。 道大理为,我们非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,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。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,恶交圣人应运出世,恶化一方,针对当时天时比利及众生的根气,留下千金万点,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实法门。 同时,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。 宇宇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,或称为上帝,或称为造化,或称为天主。 宇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。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,均是一名而同意。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,就会了解。 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。 因此,道非然盘盖各大教门的精益。 为天门万教的总源头,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。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,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。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。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。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,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。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,有一个初步的认识。 道之真意,在先天之先不为天,在后天之后不为后。 即大上有可量,即为上有可指。 为道即大不可量,即为不可指。 不所以大无不包,为无不入无所。